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natural reward呢 讲到一些不natural的 也就是所谓的毒品 还有一些呢 会让我们产生不良行为的一些 成瘾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毒品 大家都知道呢 我想大家每天看社会新闻就知道 在很多的时候呢 都跟毒品有关 有一些吸毒的人呢 为了能够要吸毒呢 他连几十块钱几百块钱 操伤他都会去讲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产生这种 所谓冲动犯罪 原因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毒品这种东西呢 就跟我们一般的铝沃一样呢 他也会去刺激到大脑的多半神经系统 那成瘾性最高的毒品呢 比如说大家 可能看过电影里面讲 这像Hairin啊 海沃因等等的 他只要施打一到两次呢 就会产生成瘾 成瘾之后呢 他会出现什么呢 他会出现耐受性 那就表示呢 你需要更大量的药物呢 才能达到相同的快乐 那而且久而久之之后呢 就会产生了身体跟心理的痛苦 那大部分呢 一旦出现这种戒断的症状 就是在不能获得毒品之后呢 他其实呢 他去施打毒品呢 并不是为了追求快乐 而只是为了避免戒断的时候痛苦 就是我刚刚讲这个 避免朵拉英雄没有出现那时候痛苦呢 而产生的 所以这样的继续呢 其实到最后呢 已经是跟我们原本的这种愉悦的系统呢 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那刚才讲说呢 既然我们这个 不管是人类或者是动物呢 都有所谓的reward system 那其实他原本是好事 就是原本是你做了一件好事之后呢 你得到奖励 然后你会持续做那件好事 所以会养成一个好的行为 可是呢 比起nature reward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很用功练书 你得到很好的成绩 这种nature reward呢 drug或者说所谓的这些成瘾药物呢 它可以刺激的多巴胺的释放呢 是我们一般的二到十倍 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所谓的刺激 我们看这张图的这个左手边呢 是食物 一般食物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愉悦愉悦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多巴胺呢 就现在看到橘色的这些点点 中的这些多巴胺分子呢 它会释放出来 所以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是cocaine 就是这个毒品的话呢 那你释放的多巴胺呢 是非常的多 因此你为什么毒品很容易上瘾 因为你吃毒品所获得的快感呢 是比你去做其他事情的快感要多上十倍 那当然你会觉得非常快乐 可是呢 它hijack就是我们呢 劫持了我们一般正常的reward system 所以导致你的行为呢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偏差 所以这是呢 跟这个所谓的nature reward比起来呢 drug它的影响呢 在多巴胺释放上呢 会有非常显著的不同 因为我们后面的课程呢 要花蛮多时间来介绍成瘾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用一张slide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跟成瘾相关的名词一些定义 第一个呢叫做drug abuse drug abuse呢 是一个比较初阶的 比较轻微的 就是harmful use of drug 就是叫药物滥用 那这时候还没有到成瘾 所以呢只是一个滥用 就是你每天吃很多啊这种 但是还没有到成瘾 就叫药物滥用abuse 再来就是比较危险的 就开始进入到drug addiction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药物成瘾 或者是说呢药物依赖 称为substance dependence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compulsion 就是一个强迫 你必须要去take它 而且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你一定要去take它 那但是你吃久了之后呢 你就会进入一个叫做desensitization 或者是或者称为tolerance 意思就是药物耐收剂 就是呢你吃同样的剂量的时候 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再double 要trible 要更多的剂量呢 才能获得同样的快感 然后再下一个阶层呢 就是sensitization sensitization意思就是说呢 它的敏感度提高 意思就是说呢 你吃下东西之后呢 你的敏感度很高 那敏感度很高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现在暂停的时候呢 你只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 或是跟别人讲话 或是说有一些相关刺激的话呢 很容易激发你 又要再take毒品这样的一个欲望 所以敏感化提高呢 会让你呢 很容易的再去take更多的毒品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戒毒之后呢 你会出现一个withdraw的现象 也就是你会出现一些 各种不同的一些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啊 情绪啊 各种不同的戒断现象 这就是当你一个毒品成瘾之后呢 你要戒断 这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 那我们来看说多巴胺呢 刚刚讲说是戒断的时候呢 刚刚讲说在服用毒品的时候呢 多巴胺是上升的 所以看着左边的这张 图的左手边呢 是上升的 但是呢 右手边呢 是戒断 就是withdraw 左手边是self-adjustation 右手边是withdraw 在withdraw这段期间之内呢 你可以看到多巴胺的量呢 不仅仅是比平常的这个 并没有升高 反而比这个虚线 就是平常这个基线呢 还要来得更低 就表示说呢 当你在戒断的时候呢 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哆啦A夢的例子呢 它的多巴胺是急速下降 那比药物使用起来还要低 那当然会产生痛苦的感觉 所以这是为什么多巴胺呢 主导了我们对于件事情的 这个喜悦 跟没有过的时候的痛苦 都是跟这个多巴胺有关 那各位可能会想到 下面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为的症状 比如说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简称为冲动控制障碍 另外一种叫做这个OCD 就是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或者是说称为强迫症 它其实呢 就在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所谓的制约反应里面当中呢 可以从positive reinforcement 到negative reinforcement positive就是给它这个正向的制约 negative的就是负向制约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呢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叫做冲动控制障碍 就是一件事情呢 你可能会有一个tension或arousal 翻成紧张或兴奋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冲动想要去做 比如说我想去上网买一栋东西 或是我要去吃一个什么东西 你会有一个冲动 这个冲动呢 你就会产生这个act 这个行动 行动之后呢 你会产生presure 你会觉得很快乐 吃一个好吃的巧克力 会觉得快乐 买一个好的 在这个电商平台买一个你想买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快乐 但是过一段时间呢 你会产生所谓的guilt 就产生这种罪恶感 就是好像不应该买这个东西 不应该做这件事 不应该吃这个巧克力 所以这个循环呢 是正向的 但是呢 它会让你产生不断的循环 这个时候呢 叫做冲动控制障碍 但是这件事情呢 就像漩涡一样 越来越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负向的 负向之后呢 就是你不是因为你想要获得喜悦 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减少压力 因为当你做久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应该做这件 好像应该做这件事情 当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出现anxiety跟stress 就是所谓的焦虑跟压力 当你有焦虑跟压力的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只好去做的 就会重复 就是repetitive behavior 比如说大家所说的 一直开关 一直check灯有没有关 一直去洗手 一直去这个 做这些不同的 这些重复性动作 那你做了之后呢 当然的确你如果把灯关了 如果你把手洗了 当然呢 是可以relieve anxiety 就是可以降低你的焦虑 但是之后呢 你会想说 好像还没有关 又再继续做 所以不断的循环呢 就是一个不断的这个 这个reinforcement的过程 最后呢 就是一个强迫症 所以我们这个成瘾行为呢 是从前面的冲动控制障碍 一直呢 往负面的强迫症呢 像是一个负向漩涡一样的 到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理论里面呢 还有一个理论呢 叫做AB解抗作用 什么叫AB解抗作用呢 可以看A图呢 是force food stimulation 意思说你刚开始接触这个 不管是药物也好 毒品也好 一开始的时候呢 A是正向的 B是负向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A的冲到很高 所以你会觉得 第一次的时候非常快乐 然后当然什么东西都会适应 所以慢慢下来 然后当你停止使用的时候呢 当然会产生一些失落感 但是因为你只有第一次使用嘛 第二次使用 所以失落感没有那么大 所以B呢 就没有那么高 而且很快的就消失了 但是我们看右边这张图 在经过多次的刺激之后呢 你发现这个A的pig的 变得非常的低 就是你服用跟刚才 一样多的这个刺激的药物 但是你的兴奋感呢 却是非常的低 然后很快的就到了更低的level 但是如果你一旦没有服用 就是off这个阶段呢 这个B这个强度呢 是非常的强 而且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呢 才能够复原 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AB解抗作用 一开始的时候是A比较强B比较弱 然后之后经过一段刺激之后呢 变成A比较弱 B非常的强 而且是long lasting 所以这个结果呢 就造成了我们在很多的成瘾药物上面呢 都会走这样的循环 所以呢 就表示说呢 一开始呢 是很重要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拒绝的话呢 后面呢 只会越来越糟 就很难再恢复了 好 那因为今天我们后面要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成瘾 当然成瘾的药物有非常多 有安非他命啊 骨壳剪啊 鸦片等等 那我们今天当然不会针对特定的这个鸦片 或者特定的药物来做这个探讨 但是呢 要跟大家讲说 这些事情呢 实际上呢 就是如同我刚才前面讲 是会劫持了我们正常的nature的reward system 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阶段 但事实上呢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是用骨壳剪 酒精还是鸦片 这些滥用药物 最后呢 它都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 让你想要再做一次 而且呢 这些呢 它也都会去改变了 我们说的这个多半系system 然后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让你呢 不可以这个放弃 然后又会一直使用它 那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这是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这个国家地理频道呢 曾经拍过的一个关于addiction 一些说明 跟我刚才前面讲的是 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来看这个大概四分钟的影片 This is crazy Whether we're ducking out for a smoke Going for glory at the blackjack table Or drowning our sorrows in a glass of wine We all have ways that we seek Push our pleasure buttons What happens when this need for pleasure becomes a full-time pursuit When our fix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like a dependence It used to be that addiction Was considered a sort of moral failure But now with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human brain works Scientists are learning new clues About the vicious cycle of desire Binging and withdrawal That traps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r brains evolved the reward system Based on a chemical called dopamine This amazing neurotransmitter Creates cravings in us To encourage behaviors That help us survive Succeeding appropriating Or interacting socially In turn Pleasure is then stimulated By other neurotransmitters In hedonic hot spots of the brain When dopamine's craving circuitry Overwhelms the pleasure hot spots Addiction occurs Scentually Your reward system Is hijacked Let's break it down this way Your desires are triggered When dopamine Starting at the top of the brainstem Travels through neural pathways To affect the brain Drugs increase this flow of dopamine Where does the dopamine go? It flows throughout the brain's craving circuit Including the dorsal striatum Where brain nerve cells called neurons Begin to form packets By eating fun things that have done Like buying drugs or cigarettes Dopamine also goes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But with the help of an amino acid called glutamate Rich visualizations That cue cravings are conjuring Think images of drug paraphernalia Sex or a bottle of booze Then there's the amygdala When the dopamine causes neurons here To be stimulated by learned emotional responses Like rich leisure coded memories So what happens when drugs Artificially flood these pathways with dopamine? For one thing the rush can rewire your brain To want more drugs And thus create addiction But it turns out different drugs interact with the reward system In unique and interesting ways Cocaine for example blocks dopamine transporters And prevents the removal of excess dopamine from synapses Methamphetamine on the other hand Bloves the terminals of neurons Displacing dopamine into synapses instead And heroin blocks dopamine inhibitors Causing synapses to flood with dopamine without restraint The good news With a refi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these drugs Come new angles and approaches to treatment of addiction And have shown remarkable promise Cocaine addicts have been able to shut off their cravings abruptly When eletromagnetic pulses are applied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A drug hitherto used to treat muscle spasms Call baclofen Is shown promise for treating alcohol dependence As more and more of our friends and family Are affected by crippling addiction It's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we are finally finding effective ways To take our brains back 好 在这个影片当中 把我刚才介绍的Dopamine system做了一个review 更重要的是 这个研究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对大脑的所谓的Dopamine神经系统的rewards 越加的了解 我们越有机会能够发展出这些药物 来帮助治疗这些成瘾 药物成瘾的一些朋友 那在实验上 我们也发现说 刚才特别讲说 当你服用药物久之后 其实你会增加你的敏感度 为什么会增加敏感度 其实过去有很多实验证明 这是去在动物上做这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就发现说 在这个一核 就是我刚刚讲 这个Nucleus accumbent 这边的神经元的速度上面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是中间这张图 它有一些小小的凸起 就是接受神经讯号 速度是接受神经讯号 但是右边这张图 看起来毛茸茸的 就表示它的这个速度 上面的这些 接受神经讯号的这些spine 速度脊 有增多的现象 那你的速度脊越多的话 你能够接受的讯息就越多 所以就越敏感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一个成是药物上瘾的人 他只要去夜店 只要听到这样的讯息 看到这样的影片 或看到这样的毒片 他很容易激发出 再去服用毒品这样的一个倾向 意思就是 他接受这个讯息的敏感度是提高的 所以这个药物 基本上就是改变你的brain chemistry 把你的大脑当中的化学系统 彻底的改变 所以你的行为呢 接着呢也就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过去呢 其实很多研究呢 都发现说 药物当然成瘾有分成一级毒品 二级毒品 不同的毒品呢 它也就是它的受成瘾的这个时间 还有它的效果是不一样 如果是一级毒品跟二级毒品的话呢 它对于大脑的影响呢 是长期性的 虽然有一些药物呢 的确是可以让这个成瘾的这个效果呢 慢慢的减轻 但是过去的研究都发现说 如果你是cocaine 骨科检的这个使用者的话呢 去跟上面这个正常使用者比较的话呢 即使是四个月之后呢 你戒掉之后呢 你的大脑的一些activity 去呈现活性呢 还是跟一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就算你戒毒之后呢 你的生活渐渐恢复增长 但是你的大脑呢 还是被彻底的改变 要完全恢复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算了 flooding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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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